你给我站住 把药给我拿出来 你怎么回事 小小年纪你不学啊 怎么回事 这小孩拿药没给钱就跑了 把药给我拿出来 小朋友 为什么拿药不给钱啊 我妈妈生病了 没钱买药 这样吧 这个药钱我帮他付了 这一百块钱不用找 谢谢叔叔 这里有一些钱 这个钱拿着去给妈妈看病了 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你记住 人可以穷 但不能没有骨气 这个上面有叔叔的联系方式 有什么困难 可以找我 叔叔 我会报答你的 你好 淡总在吗 淡总 哪个淡总 就是你们淡总啊 你们淡总 他啊 听说前几年投资被人骗了 现在这个公司已经不是他的了 怎么回事啊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听别人说 为了给下面的人发工资 设置房子都卖了 前段时间生了一场大病 可惜 那你知道他现在住哪里吗 现在 你等一下 你按这个找找看吧 嗯好 谢谢啊 谢谢 家里有人吗 这里是淡总家吧 谁呀 你是哪位 你好 淡总在家吗 我是他的一位故人 在家 我哥他 叔叔 叔叔 叔叔这是怎么了呀 我哥病得很严重 还听不到你说话的 那还在家疼了干嘛呀 怎么不去医院呀 我哥投资被欠了 公司也倒闭了 现在家里这个情况 实在没钱给他看病 倒闭呀 这样吧 我这张卡里有一百万 你先去给哥哥看病 太谢谢你了 这个钱我们一定会还给你的 不用谢 快去给你哥哥看病吧 他曾经也帮助过我 那你怎么称呼呀 等我哥醒了我好告诉他 这样吧 我给你哥哥留封信 等你哥哥醒了以后 看了这封信 就知道我是谁了 哥 哥 今天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哥 这次多亏了你那位故人 出钱帮你看病 谁呀 对了 他给你留了一封信 说等你醒了之后 看了这封信就知道他是谁了 叔叔您好 你还记得二年前你帮忙付款买了那个小男孩吗 当年是您的慷慨善良 拯救了这个男孩的家庭 也是您的教导和鼓励 让我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记住啊 人可以穷 但不能没有骨气 如今我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两家公司 你放心治疗 一切有我在 你之前的公司 我已经帮你收购回来了 等你康复出院 公司还要交到你一手里来管理 一定要尽快好起来 我们一起加油